小貨車開建荷幻山岸空公園 停的是中霸停車格 車上下來兩男三女拿出卡式爐 直接開火煮湯 還自備一字坐著吃 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 連署粉絲團小編PO文譴責 這群遊客在停車場裡違規吹煮 管理人員上前勸說 還被強俠要找人照顧你引拔中怒 因為我們去勸導他們 他們可能屢勸不停吧 然後剛好無疑有拍照 那他可能覺得我們好像有點管太多了 荷幻山岸空公園 一貫新品質優良文明國際 是亞洲第三座的岸空公園 而淵峰停車場的告示上 明明清楚寫著禁止事項 第一條就是禁止營火野炊 但管理員說每個月都有 五到六組人無事禁令 那我下山的時候我也會很拍 他們說他們會不會跟在後面 孩子真的是會找人圍督我們 已經有違反了南投縣 南投縣河灣山岸空公園管理 自治條例第六條的一個規定 但因為淵峰停車場 不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 不受國家公園法規範 南投縣府表示 依照岸空公園管理的自治條例 只有明令禁止光害 但野炊行為還要將違規事實 移送相關單位研議罰款金額 記者綜合相樂媚麗 雯婕 難逃不到